就奋不顾身 撑起手掌 勾不到肉团 二世 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女生 你对她一定有印象 又爱运动又漂亮 身材又好的女生 期待一下好不好 来 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挑战者 欢迎 欢迎 麦元 因为今天特别开心 是两年之后再来 上一次呢 大家看到我比较性感 比较漂亮 这一次回来其实呢 也非常开心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我自己的好消息 我终于要走上 我梦寐以求的职业道路了 你不是一直都是 在职业道路上走着呢 因为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她曾经是我们 CCTV5的一名女主播 对 上次她来的时候呢 就是穿了一个红色的长袍 当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你还戴着拳击手套 没错 那拳击手套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职业话 2020年我将打我人生中第一场职业比赛 所以你要从女主播转行成为一个职业的女拳击手吗 所以大家可能对职业就是拳击赛是有一定了解的 你有可能会受伤 没错 你的脸有可能会青或者紫 对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拳击手套运动非常的残酷 没错 就哪怕是我的家人都不允许 那我之前的教练一直不停地跟我说 如果你相信我就一定不能去打职业 因为太辛苦了 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个折磨 对心理上也有很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对于我来说 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告诉我 你快打吧 你今天快26岁了 再不打 这是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人生不能留遗憾 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别人说千遍不如自己走一遍 对吧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这样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这样我们觉得才能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一个认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自己 对 像我的拳馆有很多的都是女孩子 女会员 为什么 因为很多女孩子可能在生活中 觉得自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觉得自己是柔弱的 可是当她在拳馆 当她对着沙包 对着她的对练对象 当她对着手把去出拳的时候 她会觉得自己充满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拳击的魅力 真正那些个理想主义者 就是一直让自己生活过得不够那么理想的人 我觉得能敢于去选择 就应该让很多的朋友去为你继续较好 但是我想问问曼元 你今天作为挑战者的身份 再次地出现在一战到底的舞台上面 对自己有几成把握 对我来说重新回到这个舞台 就像我要站上拳台一样 我会全力以赴 放手衣服 接下来 谁敢来应对张曼元的挑战 各位 请表示 第一次 雪如 王兴宇 还有又是刘爱舟 我想先问刘爱舟 为什么再次选择出击 因为其实我想说的不是出击 我比的是心 对 我觉得你是那种热情动感 而我是理性冷静 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能够PK的话 我们会上演一场冰与火之歌 好 艾舟 雪如 刚刚艾舟说 你们俩之间是冰与火 我就是特别杠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有两个杠之间的火花 心语 我觉得我在折腾这一方面也还不错 当年我是口吃 后来我想做演说家 当年的我是学国际关系的 现在我是一个乡村工作者 一直都是在做一些自己最想做 但是最难做的事情 但我很希望能够跟曼元来做一个 一对一的PK 但是只答题不打全 来 曼元 艾舟 雪如 汪兴宇 三个人都选择接受你的挑战 思考一下 选择一位 因为在拳击的比赛和赛前训练的过程中 大部分我们的陪练都会是男性 一个职业拳手想要能够站上职业舞台 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得过男胜 所以接下来呢我想选你 我想跟你对战 好 昕宇 最近在忙一些什么 大家好 我叫汪昕宇 之前呢我是一个读国际关系的小同学 现在呢我是一个乡村创业者 宝哥 其实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来我们一战到底的舞台了 对啊 然后19年年底的时候我有盘算一下 我发现我走了61个城市和它的小镇乡村 然后我在互联网的APP上学习了27000分钟 看了125本电子书 那现在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又是作为一战青年的一个身份 这种感受会跟原来相比 又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觉得还蛮幸福的 而且我们一战这一次的口号 叫青春滚烫撞到榜样 这个我太有感触了 我16年第一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关注我的那些小伙伴们 很多现在因为我学国际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学国际关系 然后还有一些 我后来创作相对笔记之后 大家也来我们项目里面来做志愿者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这是一个太温暖的舞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场 对 而且一战到底我一直都反复地讲 这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大体的舞台 他看到的是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灵魂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每个人的脑海当中 都有一个固化的思维 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那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但是你发现了吗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做一些 可能明明可以 但是他偏偏不的事情 对 也许对于汪欣宇来说 他正在做的项目 他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感 是来自于孩子的一张笑脸 那对于张曼元来说 也许属于他最大的幸福 是在拳击场上面 为自己的拼搏奋斗 撒下的每一滴汗水 那接下来 属于你们的答题较量 就要开始了 请准备 加油 答题开始了 哪个国家的人 会以摔盘子的方式 来庆祝新年 这国家就是丹麦 先情师哥 示威 示威 胡不归中的示威 指的是什么意思 胡不归说的是 怎么还不回家呢 所以示威是天黑了 苏迪是苏氏主持建造的吗 苏迪是苏氏在担任杭州 师傅的时候建造的 答案是是 白迪是白居易主持建造的吗 白迪应该是为了纪念白居易建造的 所以不是 是 接下来 是祝公体 抢答了 各位 三姓家奴是三国演义当中谁对吕布的成员 开飞 王兴宇抢答 王兴宇抢答 你就意味着马上会随机出现的这一位 直接加入王兴宇目前的战队 我太难了 彭雪如 我太难了 竞速女王兴宇抢答了 太难了 答题继续 须浮童谣的万事师表的匾额 最初是由哪位皇帝所提写的 康熙 漂亮 调动题 根据图片说出一位梁山好汉 这个我猜是金毛犬断锦柱 他是第108位好汉 一名叫GEM的 除了邓紫棋还有哪位名人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右边画一道彩虹 董宝石 据记载 明孝宗 朱又琛 用了哪种动物的毛 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把牙刷 明孝宗是历史上唯一个 一夫一妻的皇帝 而他制作的牙刷用的是猪 漂亮 北京城内的哪座宫殿 因为出了两位皇帝 而被称为龙前伏帝 他们是雍正和乾隆 这个宫称为雍和宫 天龙八户的四大恶人中 绰号无恶不作的是哪位 一定要看这个恶在第几个字 他就是排行第几 所以无恶不作一言二娘 下期一般情况下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我好像感觉 无论穿什么颜色都要被咬 但是我选个黑色吧 真是黑色 孟江女库长城的典故中 孟江女在家中子女中排名第几 孟江女即使不是姓孟而姓姜 孟在古代是年长的意思 所以孟江女排行第一 孟江先生 尔哈赤创立的八期制度中 等级最高的是什么 这个我猜是 郑黄骑 当然 中爱抱歉 煌 不容易 太容易了 太难了 双拳难敌四手 拳击规则也没有二打一 虽然今天这个场上没有站到最后成为我们一站青年 但是相信你在这个拳团上可以更加发挥自己的实力 谢谢 接下来我们也要非常客气地送别蔓延 好 也让我们恭喜汪新宇守住了一站青年的名号 是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上场 第四孔 赶肚子王 赶肚子王 当日对험 赶肚子王 10zon AS 候坚子王 哇 紫旺好准备 你今天穿得好可爱哦 好瘦 好哥 你好 好准备 好 紫旺 紫旺 紫旺在我们一战道里上 曾经是我们的单场冠军 也是我们的名人堂成员之一 对 嗨 大家好 我是紫旺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章 可以让你身边的每一场大雨 都变成彩虹 哇 好文艺呢 最关键的是 紫旺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作家的身份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对 那最近这些个年 然后忙的事情 可能跟作家的身份 是相去有一些距离了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我在大理旅游的时候 当时晚上 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然后街上空荡荡的 那我就躺在那个青石板路上 看了十几分钟的月亮 所以当天晚上 我回家之后 就马上写了两篇文章 我还记得有一篇文章 我是这样开头的 是世界上最珍贵的 莫过于家乡的原月亮 和失去的好姑娘 所以当时我这种产出的东西 我是很开心的 但是现在呢 我可能越来越忙了 我觉得这种忙碌呢 只是局限于身体上的 这两年的就是精神世界 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空的状态 所以这对于一个 想写东西的我来说 是一件比较纠结 也比较难过的事情 我今天又回到这个舞台上 我希望通过一阵到底的舞台 再找回原来的自己 好的 搞自己 曾经拥有过的那个自己 然后又慢慢渐行渐远的自己 希望再把它找回来 其实紫旺讲到那个过程 刚刚说到特别是 在金石板上看着月亮 那个场景特别触动我 我特别喜欢出去探险和旅游 所以有一次几年前 我在亚马逊 丛林野外求生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们就乘着一夜偏周 在那个亚马逊的河面上 那个时候是我见过 最美的星空 因为毫无遮览的 所有的星星在天上 同时又反射在那个河面上 哦 好想射 那时就好像你整个沉浸在 一片星星的海洋和空间当中 那时候我想到一句话 一句话叫做 旅行不是为你逃避的 而为你逃避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出去旅行 走到远方 并不是逃离我们的现实生活 而是去其他地方发现 生活原来这么多元 让它不从我们的真实生活中 逃离 所以我觉得这样独处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珍惜和可贵 然后岳哥和紫旺的分享 就特别的失忆而充满梦想 也让我想到一句话 叫 Don't dream your life Live your dream 叫 不要梦想幻想你的生活 就像艾弗尔铁塔 他不是自己变得浪漫的 是恋人的约定 让他变得浪漫的 而且朱光显说过一句话 就说人只有会享受进去 人生才会感到幸福 所以我想问一下子旺 就是你现在 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去享受自己 那个孤独的时刻呢 我很享受这个飞行的时间 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的干扰的 对 因为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做 我最喜欢做的速度 速度 对 那今天好像又把你的速度 带到现场来 我看出来了 我找了一个爱心速度 想看看谁能完成 看看谁可以 春雨 看到这种脑力小游戏 所以当然不让我要尝试一下 那我把我人生中 第一次玩速度献给你 好 那我 陈月 我不能让春雨一个人 独自挑战 然后咱们看 谁更快能解除这题 好啊 我记得很赖 我现在就是感觉 有点比我招亲的感觉 你知道吗 对 特别有比我招亲的感觉 对 好 现在接下来两位 准备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这道题很难 这个真的很难 春雨 思路很清晰 哇 春雨好快 他这个第一次玩 就感觉他 下手的速度明显 比陈月要更快一点 他这个第一次玩 他这个第一次玩 就感觉他下手的速度 明显比陈月要更快一点 它这个拓送的 好了 对的 好 陈悦已经做完 不行 我要检查一下 好 你检查一下 万一有错的呢 万一是乱检查 走着 没问题 走过去检查 都对啊 可以啊 好厉害 掌声送给我们的陈悦 这是保护上结婚照 恭喜陈悦 赢得了指望的方式 当时这道 号称世界上最难的速度题 我在飞机上 二十分钟就做完的时候 我还挺自豪的 没想到遇见高手了 我想说一点 刚刚这部分 之所以我有所纠结 就是因为我发现 就是有三个地方 会产生不为一解 比方说这四个点 它都可能即是一 或者是八 这种疑点 一共有三个地方 所以它的答案 最后应该有二的三四方 所以有八种解 哇 好厉害 我很吃惊的是 陈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战青年 也是每个人都身怀绝迹 实至名归 对 对 来 接下来 我们的一战青年们 谁决定应战呢 请考虑 杰绍